第二七题,如负图为电路及导线放大之示意图 在灯泡发光期间,有关于导线中带电止点的运动情形下列何者正确 圆圈正表示带正电的止点,圆圈负表示带负电的自由电子 我们晓得电流的方向是从正极流到负极 这个是正极,这个是负极 所以电流从正极流到负极 所以在A到B的过程中,电流是流向下的 电流定义的方向是正电流动的方向 表示正电是从流向下A流到B的 但实际上正电荷不会动,所以是负电荷在动 所以正电流向下代表是负电是流向上 所以我们的自由电子是向上运动的 所以第二七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导线中带电止点的运动情形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负电,自由电子向上运动 正电,正电止点是不动的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B 我们答案选的是B